这是苹果AirPods Pro 2 售价1899 是TWS降噪耳机的标杆 Designed by Apple in California 而这个Designed by Apple LC 只卖168 比AirPods去掉一个零还便宜 它不是AirPods 却是拼多多上销量最高的无线耳机 一抢100万家件 Actually designed by 华腔贝 除了拼多多榜首的山寨苹果 我还买了一大堆有品牌的TWS耳机 红米、OPPO、VIVO、华为荣耀漫步者 做外设的贝斯、绿莲 还有小众HiFi品牌的弱水时沙、水月雨 一共21个都在200元左右 把它们都放在我价值24万的 模拟躯干音频测试分析设备上 就是要回答一个问题 入门级的TWS耳机到底应该怎么选 是华强北四两拨千斤 还是各个品牌的研发能力更强 我知道大家都很好奇 先试试这个拼多多萧冠168的AirPods Pro 2 一直听说华强北技术超强啥都能造 十分之一的价格就能够做出十分之九的效果 至少从外壳的做工和手感上 肯定达到九成了 这个壳子敲击的感觉还挺像那么回事的 但这个音效实在是太破功了 音质的话 跟原麦比实在是差太多了 它们甚至还能在iPhone上弹出窗口 这个东西到底成本能有多少钱 我们直接拆开看看 重点仓虽然外表光鲜亮丽跟真的似的 但实际上里面还是用透明胶带缠的呢 最离谱的是这个 铁块24克 快一半重了 就是为了模拟原版的分量 2024年了都有这个空间增大一下电池不好吗 再看看耳机 一个很小的电路板 35毫安时电池 七毛 喇叭 一块二 最核心的蓝牙耳机芯片 我根据上面的logo倒着找了半天 找到了一家猪亥的芯片公司 成本一元 模仿苹果的精致外壳可就贵多了 12元 再加上它杂七杂八的零件 还有组装两品损号 一套生产成本大概50 再上包装物流仓储平台费等等 单件可以估计个100元左右吧 成本竟然还挺高的 100元对于一个有线耳机 是可以获得不错的音质的 但对于TWS耳机来说 这就是目前它们物理上 所能达到的最低价位 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一个非常谨慎的预期 为了达到这个价格还不亏钱 厂商一定会做出很多取舍 而作为消费者 你需要做的事情 就是看看这些取舍 你能不能够接受 我分了五大项 音质 舒适度 降噪 延迟 用户体验 分别打分 并且选出一个第一名 最终测试结果 大家还是可以期待一下的 200元绝对不止听个响 还是有不少惊喜的 我们先来说音质 这是作为耳机最重要 也是我花了最多钱 最多时间去测试的项目 花的钱都是为了得到这些 每一个耳机准确的评响曲线 它代表着不同耳机 在不同的频率上 响多的不同 评响曲线可以理解为 一个耳机的风味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偏好 但是大部分人 审美都是相对统一的 差不多长这样 越接近这个曲线 就代表这幅耳机 越有可能取悦大部分人 而这些200块钱的耳机 我发现了一个 又普遍又异常的现象 就是它们很多 都大大拉高了低频 加后的低频 让声音有了饱满的错觉 虽然这还听挺有劲的 但是会浑浊细节 而且听久了 容易疲劳 这种做法 当然是为了掩盖 解析力的先天不足 就好像食材不新鲜 就往里面框加辣椒 在这样一个 众多选手 有声力短板的竞赛里 有四个 拿出了很让人惊喜的成绩 它们在声场 解析力和调音上 都有着不错的表现 没有特别明显的短板 可以向上挑战 下一价位的耳机 我自己感觉最耐听的是 弱水石砂流利X 比较柔和温暖 大部分时候呢 比较讨喜 然后是 QCY Melobus Pro 全能仓 高频稍微暗淡的一点 低频量很足 很有力度 而且不闷 还有水月与太空漫游 均衡 非常均衡 以及OPPO的Anko Air 4 低频可能有些重口 但是声场挺开阔的 这些优胜者 虽然还是入门截耳机的水平 但是它们 声音表现细节基本清晰 该听得到的都能听得到 对我来说 达到了这样的水平之后 我待它们至少能听下去音乐本身了 至于其他选手的音质表现 被我分成了两档 有明显短板的B-Tier 和有特别多短板的C-Tier 音质 大家去听个响吧 哦对了 如果你好奇 花枪北这位 妥妥的C-Tier 第二项 舒适 几乎和音质一样重要 但却是我最难给出建议的 如果你有机会 还是应该去线下店铺试一试 我现在能够告诉你的 就是它们的重量 外形 以及作为一个 较小耳朵人的主观参考 大 中 小 多尺寸的耳塞 在这个价位是标配 不错 就我自己感受 IKF-ZIN OPPO Anker Air 4 和QC1 Melibus Pro 是最舒服的 它们三个的这个部分 都比较小 形状圆润 而且很轻 就是OPPO的这个 不知道为什么要镂空 这不是藏物纳垢的黑洞吗 另外 琉璃X是这个价位 唯一的降噪豆设计 重量很轻 也还不错 半入耳式的感受 就更加主观了 但相对的 它们的重量也会更轻 OPPO Anker Air 3 和IKF-FINE Air 弱水时沙 Buzz Free Eye 是我感觉略好一些的三款 IKF-FINE Air的设计很有意思 小尾巴微微往外翘 不会贴到皮肤 哦对了 有一副耳机的设计让我很困惑 就是爱国者T90 Plus 它的尾巴这么长 又重 直戳链架 感觉下一秒我就能变成电话客服 喂 您好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 降噪 降噪 是我这次体验发现最大惊喜的地方 200块的耳机能降噪 更别说还有还行的表现 21个耳机有14个都配备了主动降噪功能 只有5个是忽悠人的 剩下的都或多或少能起到降噪的作用 我把每副耳机都放到了测试躯干上 围着它 我播放了4段噪音 低、中、高频的生活噪音 以及一段全频段的粉噪音 比较了开启主动降噪后 和不戴耳机的噪音曲线差异 得到了一个比较好量化的测试结果 降噪效果对照的目标是AirPods Pro 2 开启降噪后 所有频段就像被橡皮擦擦过一样 声音断崖式下降 而200元TWS们相比之下 会有两个很广泛的问题 一个是主动降噪几乎只能降低频 二就是主动降噪产生的低音底噪 就是那种 的噪音 控制的很不好 降噪效果比较好的是 Vivo TWS3E水月雨太空漫游 Oppo Anchor Air 4 QC1 Melibus Pro和琉璃X 虽然和1000多的一线降噪耳机比 在中高频上还有不小的差距 但它们已经能大幅压低飞机地铁 这种稳定而持续的轰鸣声 可以和两三年前的昂贵耳机媲美了 这种程度的降噪 已经可以帮你降低听音乐需要的音量 保护听力 确实都做到了 能降噪 这次音画不同步不是平台转码的问题 至少这次不是 它只是单纯的延迟了 延迟我觉得也很重要 因为它直接决定了 能不能带着它打游戏 所以我当然也是尽可能的 科学的测试了一下 用Latacy Test App 每个耳机测试10次取平均值 200元价位的这21款耳机 没有一个是支持aptXL这类低延迟编码的 蓝牙版本也相差不大 延迟最低的漫步者连接小米14手机 最低延迟也超过了90毫秒 要想达到更低的延迟 必须使用同品牌的耳机加手机才行 比如iQOO和VIVO TWS3E 如果不考虑同品牌优化 21款耳机里面有8款延迟在150毫秒以内 属于只要不认真去感受的话 基本感觉不到特别明显的延迟 其中漫步者Magic Air和IKF Find Air 软件内打开游戏模式 延迟都不超过100毫秒 属于相对非常不错 表现比较差的有10款 延迟超过了200毫秒 有的甚至超过300毫秒 已经接近看视频都有可能感觉到 略微延迟的状况了 应该是哪里出了问题 红米耳机在小米手机上 延迟都超高 同门不同心 母子不相忍 大部分入门级的TWS耳机 延迟都做的不能说是特别好 实在轻着难受就还是外放吧 但是被打的时候 不要说是我怂恿的 最后就是更日常的App体验了 好几个品牌的App 那做的可以说是图穷比线了 不仅有开屏广告 使用需要注册 甚至还会主动推送他们新品的通知 大哥我只是想调个EQ而已啊 而荣耀则是没有单独的耳机App 耳机相关功能只能卑微地占据 荣耀智慧空间的低脚嘎啦啊 最搞笑的还是爱国者 他们的App已经停更4年了 官网给的下载链接竟然是过期的百度网盘 相较之下OPPO、Vivo、弱水石砂、红米和绿莲的App 都做的不错 见面清爽功能齐全 剩下还有些小发现 我光速说一下 续航 大部分都比较达标 开启降噪可以停6小时算合格 有三款超过了8小时 比较尴尬的是水月雨 续航只有4小时 有点不够用 另外 大部分耳机都有基本的防水瓶级 运动的时候用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佩戴检测 只有个别几个有 看来是经常用来看成本的地方 外壳设计各个品牌大同小异 设计与众不同的 那也只能是更糟 红米的大贝壳 得双手握着才能稳 水月雨的 10次里面有6次都会这样 充电盒这东西 大家都设计的差不多 或许是有原因的呢 好 5个项目全部比完 结果 揭晓 应该没有人是快进 跳过来看结论的吧 在这200元不到的21款耳机里 我的个人推荐顺序是 第一名 弱水时沙琉璃X 因为我自己在考虑耳机的时候 还是会把音质放在第一位 虽然听起来还是一个不太贵的耳机 但是比同价位已经显著突出 均衡温暖又够清晰 而且轻轻的降噪豆 舒适度也不错 这两个也是我放了最多权重的地方 而其他三个方面 琉璃X表现也算不上是失败 在199这个价位 主要听音乐的话 选它是很难选错的 当然除非你需要和同品牌手机来配合 那可能就要考虑OPPO ANKLE AIR4 它可以做到超低的延迟 而且舒适度降噪设计都优秀 软件体验甚至是所有耳机里面最好的 也就是音质略逊于第一名一点 同样值得推荐 QCY也差不多 虽然这是我第一次听说这个品牌 还差点和一个主播给弄混了 但它的表现也很让我满意 不错的外观设计 甚至还有配戴检测 其他方面也很扎实 同样特立机群 至于华强北的山寨销灌 大家也都听见了 只有一个好看的皮囊 是比不过品牌货的 而这些品牌货 真的表现得相当成熟 很多都能在某个方面 有乐器的表现 和35版的耳机比也不差 如果你正在为自己的第一副耳机纠结 或者想要给亲友推荐一款 入门节的耳机 那这个价位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它或许不会让你惊艳 但绝对能够胜任日常使用 帮你度过通勤 学习和运动的时光 好了 如果这个视频有帮助到你的话 不要忘记留下四流 我们下期再见